一早不少通勤族就排起隊伍 購買公共運輸通勤月票 全台北中南三大生活圈15日起開賣 7月起開始全台上路 我們今天一早開始開賣 就已經到現在為止 2571張 而且陸續增加當中 所以表示我們基北北桃 四縣市1200交通月票 其實深受大家的喜愛 不少民眾為了省下通勤費 一早就來購買 基北北桃月票價格為1200元 中章投苗則是分為台中市民 及非台中市民的兩種價格 南高坪生活圈則是699塊 而中南兩區塊的月票 則是另有都市內通勤月票的規劃 台中市的票是全國最便宜的 那尤其我們比平常全國最便宜的票 今天更推出早鳥票 那但是只有台中市民限定 那我們就可以享受到 199的方案 自由搭乘 台中市公共運輸訂期票 更是吸引不少通勤族搶著購買 因為6月15號到6月30號 台中市民只要199的超優惠價格 7月1號起則是分成台中市民 及非台中市民的兩種價格 這199的月票優惠價格 更是全台最便宜 應該也是落在四五百塊吧 滿優惠的啊 因為單趟就要30塊了 你30塊這樣來回回家 就600塊 表現是真的滿優惠的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使用月票搭乘台鐵 是不可以跨出生活圈的範圍 否則會比照電子票證全程扣款 而且是不可以搭乘新自強號 普悠馬號 泰魯閣號等五款特定的列車 抓到的話需要補票 而且要加收五成的費用 三立新聞台北台中綜合報